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中医院议长麦卡锡 6号凌晨进行历史性会谈 立委6号咨询外交部本次出访异议 外交部点出证明台湾民主人权价值 向全球昭告台美关系相当稳固 新北市长侯友宜被问此事表示 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国 是一个民族自由爱好和平的国家 在彼此之间的良善 尊重互动底下 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国 是一个民族自由和平爱好的追求价值跟精神 所以这一次的见面我认为是价值非凡 所以透过这样200家以上的媒体 大家不断地放松说台湾在与民主国家 然后一起对抗这些独裁的一些霸权 那我们台湾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 这次会面也让中国气到跳脚 并高调表达强烈不满 其实会谈前夕 国防部证实中共航舰 行进台湾东南海域 展开首次 展开首次西太平洋演训 面对中国威胁挑战 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 国军持续注意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包含对台军演 立委质问中共解放军是否具备军事封锁圈导能力 以及国防部的影音措施 封锁反而变成是一个它的概念 有没有可能它现在战略上会变走这个途径呢 国安局研判中国这次对台军演力道 不会像去年 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强烈 强调国安局对各种专案做好全面的准备 允锁文苦送五六立法院采访报导